所以我再把這個 假設我這邊先刪掉 就是先把這個問卷調查本來是編號的複製 Ctrl鍵按住拖拉 多一個 然後把這裡面的資料先清空 因為等一下我要把它查回來 Delete掉 Ctrl順便向右向下 然後再來就建那個清單裡面的名稱 那因為這個動作比較多啦 總共會有14格的樣子 然後呢 你可能就是選這個範圍 上面的名稱貼上Enter 可能要注意一下因為我發現剛剛同學做最多錯誤 都是這個對應的關係 沒有做正確 其實如果你這個做正確後面應該就OK了 然後再來的話 所以有假設你出現項跟A 那你要Check哪一欄出現的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呢 他這個選取的是一個範圍 那 如果說假如說我們直接 給一個名稱給範圍到Table Array 因為Table Array裡面就是要給範圍 是OK的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是要給一個什麼 給一個名稱的話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今天用那個 插入V2函數 那我要查什麼 查前面這一個 去哪邊查呢 我可以按F3 去性別裡面 這樣是OK的喔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我不是要給一個 現在是範圍喔 然後底下的話第2 第0 直接這樣是向下填嗎OK 但是如果我今天要變 變什麼呢 就是我今天喔 因為我們 希望喔 當然如果你圖板要慢慢做 可是如果說今天希望喔 最主要是希望可以向右向下 做一次喔 所以關鍵是那個 只要做 如果你要慢慢做 反正你就F3F3 一直做下去 就OK了 那但是如果說你希望 因為我找到一點啦 其實之前 前世昂哥也沒講到這個啦 因為 我想 主要重點應該也不是這個啦 這個只是 額外補充的 希望加快速度 那我知道這個名稱 它是一個範圍 但是它跟上面這個欄位名稱 是一樣的 那可是問題它上面是一個名稱 這邊才是範圍喔 雖然看起來都是 性別兩個字 可是你會發現 性別這邊帶過來的 就是一個範圍 那上面呢 是性別兩個字 看起來在這邊 看起來是一樣的 可是實際上 兩個是不同的意義喔 懂那個意思吧 因為這個可能 有些同學 不是兩個都是性別嗎 我跟各位講 現在這個下面這個性別 它指的是一個範圍 上面這個欄位名稱就是性別兩個字 不一樣喔 所以呢 我如果今天 假如說呢 怎麼樣 把上面這個性別 指向哪裡呢 指向 指向這個 我們的 哪一欄呢 指向這個上面這個 table array指向性別的話 它會出現什麼呢 它會出現 這邊沒有東西 意思是說它帶過來 這東西我要一個table array 結果你給我兩個字 我不能接受為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正確的範圍 所以為什麼要加 印的列車 實際上意思就是說 加了印的列車 它就會把那個印的列車 加上那個名稱 自動會轉成範圍 應該懂那個意思啦 不過因為 我們這個課程不是講函數 所以我大概 再打 如果你 對於這部分細節 還有 學習需求 或者很有好奇 你就可以 再多學一點 我早上有提過那一本書 你去看它看一下 慢慢會懂更多 以後你工作上很多問題 就可以很快解決 因為這裡真的 沒有用印的 還沒辦法解決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 在這邊加上 印的列車 OK 前刮弧 然後再後刮弧一下 這樣的話 不過特別注意 我先按確定好了 向右OK 感覺非常向右 向右的話呢 整個到底 每個都出來了 這感覺很快 OK 非常好 但是問題來 你現在向下 OK呢 如果你現在向下 好像會面目全非 為什麼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 B1 有沒有 指的是這個 這一個儲存格 那你向右的話 它變成 B變成 C有沒有 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不鎖 他就B變成C 所以這邊變C1 這邊變D1 所以他就自動去抓上面的藍位名稱 但是問題你向右 向下的話呢 向下意思說 1變2 2變3 可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上面的藍位名稱 不能夠變 所以怎麼辦 很簡單 我剛剛有特別做一個動作 1的前面加什麼 錢的符號 就這樣而已啦 OK 所以很多時候 這個 公式裡面沒有太多東西 但是差一個步驟做錯 結果就是不一樣 所以剛剛同學問的問題 我大概就是 其實 理論上 Excel是還蠻可靠的 理論上 應該不至於會有一些 奇奇怪怪的 所以你就 回頭再檢查一下 打個勾 OK 然後向右 OK 所以向右再向下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可以 馬上看到結果 那因為呢 後面我們要做 書納分析表 這個如果沒有做完 後面也沒辦法做 所以你這部分 如果沒有做完的話 可能後面要做練習 也會有問題 後面我們要做什麼練習呢 請各位看一下 後面的話 第一個就是我們已經把 所有的東西給做完了 再來其實我之前本來是 教VBA啦 不過我發現VBA實在太難了 難度還比這個還更困難 這個已經夠難了 還比這個還更困難 那是非常難的 那 我們要利用什麼 書納分析做問卷 就是問卷分析 然後呢會是這個書納分析圖跟早上一樣 還有交叉分析器 其他 首先的話我希望 幫我做一件事情 就是統計什麼 統計那個問卷裡面的 所佔的人 人數應該比較簡單 總共 150 但是百分比我怎麼做 如果我是希望 假設 第一個問題 我希望知道說 這個問卷裡面 男生 男生佔比多少 女生佔比 不是幾個 是佔比 OK 那第二個是說 教育程度 大專以上的 佔比 百分之多少 OK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有這種一個疑問的話 第一步要怎麼做 如果你剛剛這個 問卷做完之後 第一步一樣 游標放裡面 再插入一個 順流分析表 按個確定 接下來的話我們按照什麼 年齡好了 特別注意年齡請你放在哪裡 放在列標籤 再來的話 再把年齡放在哪裡呢 放在值裡面 OK 有沒有 數量就出來了 不過 你想說老師我不要數量 我要百分比 你想說百分比 那我是不是在 移到別的地方再加減 乘除一下 再 顯示 不用啦 其實如果你要把它顯示成百分比的話 請你再 拖拉一個性別 再值的地方 就是再做一次 再把性別怎麼樣 其實這裡就是拉三個 三個性別 一個是在列 兩個在 那個值 OK 然後呢 拉下來的這個 性別2 請你點旁邊一個箭頭 它會出現那個 值 欄位設定 值欄位設定 點下去 值欄位設定裡面的話請你 找到一個功能 叫做 隔壁這個頁面 值的顯示方式 預設是無計算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叫 總和百分比 OK 所以特別說就是 把 第3個性別 這個箭頭點一下 它會有一個值的欄位設定 然後找到那個什麼 值的 值的顯示方式 改成叫總和百分比就可以了 所以 關鍵的地方就在這裡 把第2次放下來的那個 把它變成總和百分比 按確定喔 那你會發現 這邊這邊有什麼改變 有沒有發現 兩次喔 第1次的話呢 是 幾個 第2次的話呢 就是百分比 OK 所以如果假設我今天 要統計的是性別 是OK 是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要統計的是什麼 收入 好像裡面蠻多啦 收入收入多少 佔比多少 比如這個150個問卷裡面 哪些佔的比較多 所以這個是性別 這個地方的話是 性別的統計 也許你這邊可以 把它改一下名稱吧 這個叫性別 一之類推 其他部分的話也許可以再針對那個 其他欄位 在做 練習 所以問卷裡面 年 不過特別主要你那個 問卷調查請你要用的是 問卷調查瓜糊二這個 你不要用前面的前面這個做出來 都是編號 你可能看不懂 到底這是什麼 這個 統計結果 那其他還有像那個 這些其他欄位 請各位先試一下 百分比特別主要關鍵的地方就是在 這個地方 點下去 值的欄位設定 裡面的 值的顯示方式 改成總計百分比就可以 這個也蠻常用的 因為 我們在做一些報表的時候 通常 如果用比數感覺 不太能夠精確的 呈現出我們要 的那個結果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一般會用到 總計百分比 這個顯示方式 總計百分比 OK 試一下 待會我們再針對 其他的部分 再做練習 第一個請各位 所以我剛剛講過 這一個要先做完 後面的話才有辦法 試一下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